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呢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影片 這是我一直很想要嘗試的就是 有關藝文相關 那大家都知道我以前有跳過舞 今天我就特別有爭取到可以來看排練 尤其這次比較特別的是因為我有一個高中的同學 也有參與這次的演出 他從歐洲特地飛回來 就是一個回家跳舞的概念 本人已經在六年到七年的時間沒有見過他了 那我們就去看排練吧 很樂 你剛剛都沒有認出我 我們幾年不見你知道嗎 不知道 六七是在等 這是風險 因為我們兩個算是都有在國外生活的經驗 當初為什麼會選擇去國外 一開始出去其實沒有想太多 我覺得在當下那個狀態那個年紀會很憧憬 國外職業舞者生活 出發點可能是因為當初跟著許方毅老師跳舞 有個機會到紐約看一看 當然可能因為當時的年紀的關係 非常有小孩子的想法 會覺得說一心之想要出去 其實我覺得好像大家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出國之後你就會覺得在心態上面差很多 我覺得是看事情可能會有不同的perspective 加上因為他們算是直接踏入職場的感覺 所以他們的體會可能又比我剛才更深刻一些 待過哪幾個國家 其實主要國家就目前就德國跟瑞士 現在大概算是我第三個團了 已經 但是 那你覺得沒有繼續念大學 然後直接出國這件事情 對你最大的影響 就像剛剛有跟我說 如果再讓你選擇一次 你會選出去 還是 有人在台灣 說實在的我沒有辦法去做這樣的解釋 因為畢竟 因為你也沒有人在台灣 對 我已經 當時候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覺得 你要是存在一個crush mark 在這件事情上面 如果你不去做 那crush mark 永遠都會存在 所以說後悔我覺得不會 那就像你剛剛提到念書的重要性 我覺得取決於個人 那如果用三個字寫我 第一個 中文 可以屁啊 第二個 你問我你還說屁啦 英文很好 第三個 愛吃 這可以講嗎 這可以講嗎 一場演出編排的形式有很多種 像今天是第一次整排 有很多舞者甚至都是當天才落地台灣的 在開始任何排練之前 最重要的就是暖身 因為舞者的身體是很珍貴的 如果因為沒有暖身造成傷害 都可能會縮短他們的舞蹈生涯 所以這一點至關重要 大家好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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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排的中途会有侧拍的摄影师帮舞者们捕捉动态的瞬间 另外执行制作也需要不断的注意舞者在排练时的状况并记录下来 在每支舞座的中间,老师会依照看到的舞者需求和不同的技术人员做沟通 也会和舞者一起讨论如何在舞台上的呈现张力会是最大的 这是我们这次纽扣计划的一个DM 然后也想请老师就是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开始这个计划 纽扣计划其实大家都在问我说为什么叫纽扣计划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翻译的说法 就是New Choreographer 针对的就是我觉得台湾这个舞蹈的教育环境里面 其实培养出很多很优秀的舞者 但是一直都很难把这些优秀的人才 留在台湾 对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很足够的舞台去发挥他们的美丽 也很多人就毕业一业以后就转行 在台湾的表演环境里面不是那么的蓬勃 那他们就决定要出去考国外的舞团 台湾的舞者真的很优秀 所以他们出去国际舞团考团的时候都能够考上 就是我们把它整理好了 变成一个很棒的舞者 然后送他出去 一方面当然我们觉得很棒是说他们进入了一个国际的舞台 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又觉得说那为什么不能够留在台湾 把台湾的作品带到国际的舞台 可是很显然就是台湾的整个整体的环境一直没有办法这样 对 我就想这个现象已经十几年二十年了 自己也碰到过就是一些人才不断流失 这样的一个现象让更多人可以看到 然后可以关心 所以就开始做了一个纽扣计划 如果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件事 大家对这件事情有所关心 这就是我的愿望 接下来所有的大事就需要很多人跟我一起做 不然的话我就变文化部长啦 所有台湾的艺文环境就由我来改造了嘛 因为我高三毕业其实就没有再继续走这条路 我还是一直很想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做一点什么 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介绍说台湾的艺文环境是怎样 就很想鼓励大家可以用行动去支持 大家可以来买票看演出 我每次看着他们我都觉得 他们真的就是一群用生命在交换的 完全奉献出去的人 所以我真的觉得希望台湾有更多人可以愿意走进剧场 来支持台湾的艺文 其实花钱买票这件事情 你可能就是少在外面吃个一餐两餐的钱 其实你可以支持一个舞团 或是甚至一个艺文团体能够更长久的走下去 表演艺术人其实他今天在这里舞台表演的时候是live 然后他不可被重复的 他就是在那一个当下 你看到他 那这群人他一场一场越跳越老 他身体是会被磨损的 其实台湾的艺文环境 真的就是需要更多的观众 从不管你是你的工作是在哪一个性质 你只要愿意走进去场 然后你住在那里 你不要用头脑去想说 看懂这场舞蹈 你要想的只是感觉 我觉得台湾的教育里面比较不敢谈感受 你的感觉怎么样 大家都会觉得你觉得答案是什么 你标准答案是什么 你得到了什么东西 可是我觉得其实做一个艺术其实最感人的是 你感受到了一些事情 然后是不可言语的 不能够直接用文字表述 或者不能够用言语来形容 谢谢今天小菲老师给我这个机会来测排这样 谢谢你 好 拜拜 好那现在就让跳舞来跟我们讲下这次的演出好了 所以纽扣计划今年的演出时间呢 就是7月20到7月22 但是纯粹是因为很想要来搭制这一晚演出 我也就是希望可以用我这个小小的平台 可以把舞蹈或者是甚至更多的演出 可以给他荧幕的另外一端了你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一个thumbs up 然后呢订阅了他的频道 and i'll see you guys in the performance ok bye see you 你跳一段 跳一段 要 要点啦 你是什么 你是北异大毕业的 大家去看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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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拜 我在讲什么 我刚刚每天都在吃螺丝 我一直都录弄半个小时 只有两分钟没用 哈哈哈